今天是93军人节 相关单位都有庆祝活动 感谢军人为国奉献的精神 而政治人物们呢 也用PO军装照的方式来响应军人节 像是准备要征战台北市立委的 前民进党大佬吴乃仁的侄子吴怡农 PO出了担任陆战队服役时的照片 因为帅气有形啊 还让网友暴动 另外呢 就是前新北市长朱立伦 秀出了民国69年成功领送叙时的照片 而台北市长柯文哲 也添出了当兵时的团体照 要大家猜一猜哪一个是他 柯平难得开惊嗓唱军歌却不断突诚 甚至 开头观察 当兵时深刻的回忆 柯阿伯好像通通抛出脑后 已成追忆 除了透过影片重温阿兵哥时光 柯粉俱乐部更贴心的帮你搜出照片 军中团体照被搬上台面 让大家猜猜哪个是柯阿伯 这个吧 这一个吧 这个吧 对 有点GY的嘴脸 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点 猜到了吗 耍帅阿伯底家啦 还不止柯文哲晒出军装招 朱立伦 有没有看得出来哪个是朱立伦 现在通道里面没有他的印象 这就真的看不出来了 朱立伦 这个吗 不行 我看不出来 他眼睛比较小 郑长伦在哪里 就是没人猜得到 泛黄楼照片勾出金国语 成功领的记忆 看完年长的 也来看看年轻的 吴云农分享在陆军特战服役时的 军装照 惹来各地乌太太暴动 其实许多年轻人 二十几岁就当兵了 我是在国外绕了一圈之后 才回来当兵 所以我在这方面 已经相当的幸运 也因为这样子让我在军中 有一些不同的经验 我在军中 大家知道我是三十几岁的老阿兵哥 那大家叫我吴叔叔 政治人物们挖出老照片 秀自己也让军人节更有趣 记者陈荣 刘玉俊 特别报道